大家好 很高兴以这种方式跟大家去见面 我是上海阿基学院的曹华 今天跟大家去分享一款 中短发的一个 碳发的一个教学流程 那首先呢 我们会大概的去减一下 它的一个长度 但是这个长度 不是最终长度 我们只是为了让这个 操作呢更加简单 更加方便 最终我们是碳完以后 还是去做修剪的 首先呢跟大家去看一下 我不知道能不能看看 很清楚 这个头发是沙发的 很毛躁 所以说呢 我们在这个操作里面呢 会了解法治 那接下来我们简单的 去做一些查检 首先我们去 要去了解大概你最终呈现的 一个发型的状态是多长 然后我们从我们的头顶呢 去先找到一根头发的落差 举例 你说我们最终的长度 在我们的下巴左右 那OK 那我们这根头发的长度呢 就定调到下巴 因为至于下面的长度多长 我们是不是最终可以做决定的 OK 也就是说我们先去 首先去定一个这样的一个长度 然后看一下这根头发的落差 然后再下巴 那这个就是我们最终的一个长度 然后呢 只是通过下去的长度去改变 让发型呈现不一样的状态 OK 那接下来呢 我们开始 以这根头发做 引导 去做延伸 这个时候呢 我们裁剪是非常简单 不是说非得剪得多精准 只是什么 只是让它的一个什么 这个长度 有一个 就可以了 这边呢 裁剪呢 不会要求特别的精准 只是长度剪短一点而已 就是我们剪头发 一定要知道 我们在做什么很重要 另外一侧 相同的方式 很多小伙伴们 在家里剪头发 探头发的时候呢 首先会选择去剪头发 把它剪出想要的形状 先去探 那这个时候呢 你会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你探完以后 你就没有更多的空间 去做修 修饰 这个时候呢 如果你探的卷形 以及你这个探的圈素 不是你要的 那OK 这个时候就会很麻烦 然后呢 先去剪 到一个大约的一个长度 再去探 探完以后再去剪 这个时候呢 对我们中工也好 对我们的法型师的要求 会见低 另外一车 现在呢 在过年忙的时候呢 会大大增加 你们在沙龙的一个效率的 然后开始 我们开始剪后驱 前后驱分开 下一个小时 的一个不行 就会有什么效率的 我还能做到 这一个案子 看起来 这个时候我会发现 就会有什么效率的 我先看起来 那一天 我再来 这一个 下一个 现在的这个流行的趋势 以及客人的接受程度 都是以自然的 易打理的发型为主 所以说呢 我们在去剪的时候呢 以型为主 碳的时候也是以型为主 不像很早以前 都是以卷为主 这是概念不一样的 因为现在的小姑娘 她们对美的要求 会越来越高了 好 接下来我们开始会选择呢 用我们的削刀 再把底线的长度呢 做一些调整 这个时候呢 就是大致的定长度 好 大家看一下 这个头发呢 这个位置你看 这边是干了 是不要毛躁的 不需要的长度呢 大致的去做一些调整 好 另外一侧 好 另外一侧 但是呢 你削的时候呢 已经要削稍微干净一点点 不要长长长长 在这个长度上 我们去探 探完以后 我们才去把它剪短 那对我说的 对发型师的要求就 现在来说是比较 简单的 然后我们前面呢 我们会稍微的 再把它稍微剪短一点点 好 然后因为这种的 刘海呢 会以短刘海为主 因为model呢 它的眼睛是非常好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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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了 现在我们在这个长路上呢 我们开始做去做 去做烫发了 OK那我们这边呢 跟大家去分享一个 在沙龙非常实用的一个分区 就是上下的二分区 但是呢 我们在这个分区里面呢 在下去呢 我们在中心线的 后部中心线的位置 分为一个raising 这样的话 我们去探脸侧的时候呢 它的一个衔接性会更好 包括我们在头顶上 也是一样的 就是你最终 你到底是在上面去 需要这个发型有头缝 还是没有头缝 你用这样的一个raising呢 这个就会非常好的去做融合 这是一个小技巧而已 其实我们在沙龙探头发的时候呢 尽量去选择 用最简单的方法 把它呈现出来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去选择的 是用长度先放长的一个方式去探 探完以后再去修出你要的一个形 这是最关键的 就是因为什么 因为很多人在说 1.5圈 两圈 一圈会呈现什么 或者两圈以上会呈现什么 因为在沙龙的时候呢 我们的助理 它的层次面是不一样的 有的时候很多时候会用需要助理去完成的 都说对他们要求是非常高的 那这样的话可能会我们的失败力会更大 所以说呢我们会用这样的方法去呈现 OK 那这个时候呢 又来了一个小技巧 就是我们去探头发的时候呢 如果法制前后去上下去都是一样的情况下 那我们尽量去从后面这个区域去去卷 为什么呢 因为从法制它长出来的自然的一个状态上来说 后面的法制偏粗 前面的头发法制偏细 然后后面的法链也偏多 前面的法链也偏少 所以我们会从后面的第一个位置去做 首先这个时候呢 我们会去大法片的去涂抹一些药水 这样的话操作呢会更加的一个简单方便 那就是这个就像软化剂一样的 然后是先大法片去抹一下 然后在小法术把它分离出来 这边对我们的烫化的这个卷干是没有很大的要求的 只要它大概能上干就行了 这个没有很 非得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说我们要最用最商业的方式去操作呢 会更好 这样呢 对于我们沙龙经营者来说 现在来说比较简单一点点 特别是到忙的时候 后面好几位客人在等着 那这个时候你还要一个人去做 然后呢 你交给下面的人又不肯不放心 这是怎么办 那只能用这样的方法去呈现了 方线没有太大要求的 主要是到顶部 下部是不需要带什么方向的 往外往内的话 就是根据你的发型要求吧 但是呢你往外卷 那如果你长度太长的话 没有任何意义的 差不多在十公分以内 你往外卷是有意义的 十公分以内你卷 没有任何意义 为什么地球吸引力 太重了 这样的话 你的毛里面就会拉得非常紧 因为它有粘性 它有粘性 这个落差要大一点点 因为逐渐在往上走 另外一侧相当的方式 那这个时候你可以从上往下走 也可以 会更加简单 根据它的同样的一个状态 分区的高度 但是呢头发的毛铃片呢 一定要输光滑 要水的上的要水的时候呢 一定要 要这个 均匀均匀啊 如果你是碳很小很小的卷呢 你就不需要这么去操作了 因为很小很小的卷的话 它也不对 其实它对卷型也没有很大的要求 它只要有卷嘛 对不对 所以说呢 就是你不管碳造型的这个卷型 还是碳小卷 其实先去烫再去剪 是最好的 把复杂的东西简单化 这是我们沙龙就需求的 不要把它搞得很复杂 越复杂越难 越复杂出错的几率就会越大 可能很多人在说 老师那为什么 你这样是不是有时间差呢 会不会下面很卷 上面不卷呢 其实我刚刚说的 其实我说的很明白了 是因为本来它法是长在头发上 头上 它法是 就是会有一个 前后上下的不一样的 然后两侧呢 我们会这时候呢 会采用一个斜线的分区 就会制造两个三角形 那这个三角形呢 两上下的一个链要一致 这个时候呢 它这边头发的是非常细软的 然后呢 你可以选择用药水的链控制 也可以用喷一些 黄炎的这个之类的这些产品 都没关系的 这边也是相同的方式 好 我们最后就到头顶了 药水呢一定要涂均匀 涂厚 这个时候呢我们拉到头皮的90度 头皮90度 采用偏线杆的一个竞杆方式 这样呢它上面的一个竖状杆会更好 而是一样的 把片呢要输通透 但是如果是一些竞争的竖状杆 点鼻子的少许多 在目前为一下这里的竖状杆 再适当做一种竞争的竖状杆 更是用壁伳型的侠偎 在后面面的一种竖篷 放入凉包 放入黃金的包包 先放入黄色 放入白糯米 放入黑糯米 放入白糯米 放入黑糯米 放入白糯米 好 最后我们的刘海 刘海呢我们还是用杠子来杠血 两小处头发 这边呢我们会选择小的 偏小一点的杠杂 沾红 冰箱 OK,那这个是我们整个头发的一个排杆 是非常简单的,就是比较沙龙,沙龙化 好,我们去全球等待差不多在20分钟到15分钟 这个时间的一个时间就可以去选择去做冲水 冲完水以后我们等会去做乳便 OK,那经过这个20分钟的一个等待 我们就冲水 在冲水的时候呢,一定会冲得比较干净一点点 接下来呢,我们会在这个杆形上呢 我们会通过一些还原剂,这个吸护霜 继续做一个乳便 让这个毛孔,这个毛鳞片,让这个毛鳞片收得更紧 这个过程呢,就是乳便 那接下来呢,我们会下去,后续也不需要 就直接去喷 就是喷在这个头发上 然后用手去捏它 用手去捏 乳便碳呢,在冷碳里面是非常好的 一个方式啊 好,就是让这个头发呢 这个还原剂呢,渗透进去就可以了 不要太多啊,太多也不好 少就是多啊,不是浸泡上就可以了啊 然后到两侧,这个到前面刘海的板块呢 我们就用毛巾啊,去拖着它 这药水呢,这个滴到客人的皮肤上就可以了啊 好,然后呢,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等会儿会用保鲜膜啊,去把它整个头包裹起来 然后去加热啊,因为这个操作的时候呢 就是把它只要完全的包裹住就可以了 然后加热的时间大概在5到8分钟做一个乳便啊 乳便完以后呢,就直接可以上电子水了啊 这个时候就会呈现最后的一个卷形 那接下来呢,就是这个就是我们在呃,这个拆完干的一个状态啊 我们首先呢,拿在手上看一下它的卷形 那以及我们最终的一个,我拿出一根啊 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一个状态啊 它的卷形呢,因为干子比较大 因为我们不是它的小卷,是一个造型炭 所以说呢,我们不需要太多的一个卷度啊 那但是呢,我们的这个质感啊 质感还是非常好的 那接下来我们开始去冲水啊 OK,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在洗完头的一个湿发的一个状态啊 这样的造型炭呢,在客人在家里洗完头吹干以后呢 稍微去,就是在这个长度上啊 它就会有一个很好的呈现 那我们现在追求的不是它的有多卷 那你又想要卷呢 那你的卷形的这个干具呢 会选择小一号就可以了,小两号也行 所以说呢,我们最终的要知道 我们最终要的本事结果是什么 像这个,这么年轻的小女孩 如果你把它炭了很卷,她可能会不太喜欢 所以说呢,我们追求的是它在家里以后 自然吹干以后的一个状态,这是非常重要的啊 啊,OK,那这个刘海呢 因为像这样的刘海呢,是现在当下是比较火的啊 在这个,这种半湿半干的状态上 它会呈现一个微凌乱的效果 这样的话,让我们的Model呢,脸型的看起来是偏曲线 更多的反线啊,OK 那接下来呢,我们会做一个简单的一些修理啊 因为我刚刚跟Model沟通了以后呢 它也不想太短,所以说呢 我们就会把底线呢,稍微做一些调整啊 顶去整个,整个头发的一个长度啊 这个整个长度就不会变太多了 就是在它的下巴的位置 上面只要有一些,呃,这个纹理就好了 不要它卷啊,因为这个卷呢 会,上面的头发呢,会显得偏成熟感 上面只要在刚发的时候,有一点点微微的一个零 这个卷曲度就可以了 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修修整呢,就已经完成了啊 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开始在刚发啊,的时候呢 去做一些,呃,打礼品的调整 然后再去哪里需要做调整的时候 简单去做一个调整就好了 就是自然的一个状态 OK,那这样的一个形体呢 它是在最自然的一个状态下去呈现的 啊,就是这个是湿的,你看这个面啊,它有波纹感 啊,有波纹感,然后它可以收到比较光泽 那可以下面带一些带一些连动感 你也可以在上面去打一些东西以后呢 上面也有一点连动感 这个是多变性的,多变性的啊 啊,然后我们女孩子呢就喜欢就是 有的时候它会变一些造型啊,我们去让头发呢 更多的是产生一些灵性 接下来呢,我们在这个状态下呢 我们就完成了这个操作啊 接下来呢,我们在这个状态下呢 MING PAO CANAD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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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